豆豉是调料也是中药 初唐四节之一的王伯因一篇藤王阁序年少成名 传说王伯在为藤王阁作序时 与中药豆豉还有这么一段有趣的故事 话说唐上元二年间 红府都督岩某在藤王阁大宴宾客 王伯恰好路过此地也被邀请 席间与都督展宣纸被笔墨 请文人学识为心修缮的藤王阁作序 年轻气盛的王伯欣然提笔一气呵成 在座诸位无不为其拍案称绝 连日白酒设宴 与都督因贪杯突赶外邪 只觉得浑身发冷汗不得出 骨结酸痛可喘不已 胸中烦闷夜不得寐 急得家人幕僚四处寻医问药 众医虽意见不一 但都主张以麻黄为军药 谁知与都督最记麻黄拒不服用 医生们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此时王伯来严府告辞 提起一个偏方 古人将大黄豆卷称为过桥麻黄 何不试试用豆豉来代替麻黄呢 众名医善效 严都督也直摇头 当地土名小菜 烟能为药 王伯再三相劝道 都督不妨一试 况且豆豉不过是食物 无防身体 严都督只好勉强答应 谁知连福了三天 果真奏效 严都督汗出船指 兄们顿俭能安然入睡 几天后竟然痊愈了 几天后 严都督上藤王阁 为王伯践行 取重惊相谢 王伯固辞不受道 这豆豉深受百姓喜爱 都督若要谢我 可不扩大作坊 使其不治失传 严都督含笑点头 至此豆豉便行销大江南北 至今不衰 豆豉 性贫 胃咸 归肺 胃精 具有发汗解表 清热透枕 宽中除烦 宣愈解毒等功效 常用于感冒头痛 胸闷反偶 伤寒寒热 及食物中毒等症 豆豉种类较多 按加工原料分为黑豆豉和黄豆豉 我国江南地区常用豆豉作为调料 也可直接蘸食 豆豉为传统发酵豆制品 以颗粒完整 乌黑发亮 松软极化 且无每辅味为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